5月17日 美国国会首次举行关于UFO的公开听证会 在听证会上 五角大楼发布了神秘物体掠过飞行员的片段 官方称其为不明空中现象 UAP 其中一段视频取自一个训练区的海军驾驶舱 显示了一个漂浮在飞机上的球形物体 另一张照片显示了两个三角形的小物体从一架飞机的驾驶舱飞过 他们是通过夜视镜看到的 五角大楼高级情报官员罗纳德·穆尔特里和海军情报局副局长斯科特·布雷在听证小组面前作证 报告中称 大多数目击事件都发生在美军事训练场和测试场 听证会重点关注了五角大楼2021年6月的一份报告内容 该报告显示自2004年以来 美国海军飞行员报告了144次UAP的目击事件 报告称数据基本上不确定 但大多数事件肯定涉及实物 穆尔特里说 这种事件数量目前已增至400起 其中11起事件是未遂事件 军用飞机几乎近距离擦过它们而没有发生碰撞 五角大楼尚未排除这些事件与外星生命有关的可能性 然而布雷说 官员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 UAP是外星人 随着新冠病例的再次上升 现在美国民众可以在联邦政府设立的网站 covid.gov上领取第三轮免费家用检测盒 每个家庭可以订购两套 每套四个 共八个免费家用检测试剂 快递将分成两个单独的包裹 每个包裹都有自己的追踪号码 免费运送 美国FDA5月17日授权 为5至11岁的儿童群体接种辉瑞新冠疫苗加强针 根据辉瑞公司4月发布的数据 与两剂疫苗相比接种加强针后 针对奥米克戎变异毒株的中和抗体水平增加了36倍 据美国CDC的数据 只有28%的5至11岁儿童已经接种两针疫苗 预计很多家长不会选择给儿童注射加强针 加州城县检察官史碧哲5月17日表示 南加州台义教会枪剂案凶贤周文伟将遭检方以5项杀人未遂罪名 4项非法持有暴裂物罪名和1项持枪谋杀罪名起诉 并可能面临死刑 他还说这名枪手携带一些类似汽油弹的暴裂物 15个装满9毫米子弹的弹夹 以及2支半自动武器前往行凶地点 68岁的周文伟15日下午来到位于加州 Laguna Woods的日内瓦长老会教堂行凶 枪击案共造成52岁台义医师身亡及无人受伤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玻利洋斯基 5月17日表示 困守亚素钢铁厂的亚素营已无条件投降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当日表示 过去24小时内 马里乌波尔亚素钢铁厂内 共有265名乌军放下武器撤离 其中51人重伤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 乌军在马里乌波尔亚素钢铁厂内的保卫任务已经结束 现在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士兵的生命安全 乌军方还承诺帮助撤离场内的所有剩余部队 俄方目前没有回应钢铁厂的撤军进展 芬兰议会5月17日投票 赞成芬兰向北约递交加入申请 芬兰议会共设200个席位 199人具有投票权 在当天的投票中 188人支持芬兰申请加入北约 8人反对 3人缺席 议会审议通过后 芬兰政府定于当天晚些时候召开会议 讨论申请加入北约事宜 并提出提案 提案将交由总统批准 此后芬兰将向北约递交申请 芬兰政府定于权处理 3人 dangerous 刘西兰政府婚旦递交交往 8人后 5人后 5人后 3人后 196人后 9人后 9人后